我怀疑我的网恋对象是个大妈 而且是个具有钱的大妈 你为啥这么觉得呀 因为她跟我说她喜欢一块钢缩球 而且昨天一下给我转了20万 让我今天出来跟她见面 不是 你没见过她照片吗 我见过呀 你看 长得又纯又郁 而且还很像我初恋 你知道吗 我都怀疑她调查过我 知道我喜欢这一款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就她昨天一直提醒我带身份证 我还把她对我图谋不轨 这不是你们人多吗 可以保护我一下吗 这里没有什么女生啊 那个女生啊 跟照片还挺像的 是吧 我请问一下 你好 文女 你们认识周俊吗 她是我男朋友啊 你们这是在干嘛 还好不是大妈 你在说什么 没有 我就说你 很有气质 很漂亮 跟周俊可搭了 谢谢 你们是周俊的谁啊 我手里猜我 这个我就从头跟你讲啊 是这样 你不是给她赚很多很多钱吗 她还是觉得你像个杀猪盘 觉得你以为你是大妈来着 让我们过来找你 她这么说我 对啊 她死定了 我们找到你网络对象了 怎么样 多大岁数啊 确实是个大妈 哎呀 我就知道嘛 哪有那么年轻的富婆呀 你怎么会给她赚那么多钱啊 哎呀 她前两天跟我说想创业 然后又没有启动资金 我想着钱放着放着就给她了 那她是大妈 你还会跟她在一起吗 这个就得见面看一下了 都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我怕我承受不住啊 你这么年轻你可以的 哎呀 那你干嘛让她今天晚上 带身份证啊 啊 那我大老远过来的话 又没有地方去 而且晚上又怕黑 她肯定得陪我呀 晚上都想来了 那我现在早在来得及吗 那不 自在写料了 你可以去找她算账了 看我怎么叫醒她 她不可以站在你的心里 还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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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我啊 小静哥哥 你怎么不敢看我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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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不满意 没有我比较羞涩 那你离我近一点爱着我呀 哎呀 哎男仲 现在女生第一感觉怎么样 比我想象的好态度了呀 没想到是这么一个 甜美可爱的小女孩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样子的 听主持人说 你以为我是个四五十岁的大妈 哦 没有没有我 我 哎呀 好吧 对不起我错了 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呀 亲我一下吧 哦 真亲啊 嗯 我真亲了 没有 做你的愿望 你怎么看 哦 哦 男生你不地道了 故意的是吧 没有没有我 就是他刚才这么一转过来 我就不小心碰到了 哎呀 都是我男朋友了 亲一看怎么了 哎呀 哎女生 那你对男生印象怎么样啊 嘴巴很软 还冰冰凉凉的 哇 很喜欢 哇 你们有个好甜啊 这女是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在那个 很火的软件 千里常认识的 是我兄弟先开始玩的 他在上面找了一个 日本女朋友 身材滑辣 但声音软弱 然后我就缠了嘛 就赶紧下了一个 哦 这么厉害吗 连日本女友都找到 那当然 里面还有台湾女生 韩国女生 都超级温柔 原来牵手登陆就能筛选女友 像什么长腿郁姐 JK罗莉 日本女生 什么类型都能选 难怪最近地铁上 老是看到你们男生在约 不说了 这么好用的神器 我就放在评论区置顶了 单身的朋友 快去晒线你的专属女友吧 那我们现在玩一个紧张又刺激的小游戏 隔着不合牌 轻轻十秒钟 可以啊 你行吗 可以吗 OK吗男生 你行我当然行啊 好啊 不带炮的啊 来 那我来了啊 嗯 会不会不太好啊 没事 亲都亲过了 刚刚 亲都亲过了刚刚 小狠 呦 好 小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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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小狠 你好坏哦 小狠 三角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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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就属于乔吻吗 对 1 哦 哇 这个不上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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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香 啊 啊 你还赚点镜 4 3 1 哇 哇 男生你好坏啊 谁教你的这些 1 哇 哇 这个不上了 哇 哇 哇 好醜啊 你说这属于乔吻吗 刚玩游戏 你为什么把纸牌臭掉啊 我就觉得她嘴巴香香的 我一下没忍住 啊 怎么最后她亲你 你有点抗拒啊 没有 我就是一下没反应过来 那你这样人家感觉伤心了呀 啊 那怎么办啊 那要不我待会主动一下吧 感觉她跟网上有区别吗 嗯 她现实的话就比较害羞 网上的就比较聊得开 现在颜色段子是一个接一个 区别太大了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个大妈呢 没想到是这么甜美的女孩 还有钱 那你对她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嗯 就想象力太丰富了 竟然以为我是大妈 我才19岁 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有点太猛了 我害怕我以后吃不消 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了吗 不知道 如果两位想正式在一起成为恋人的话 就在我倒数三秒后转过来 如果不想的话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啊 三 一 二 一 一 哇哦 这么直动的体贴啊 男生 你刚刚答应我我要干什么来着 答应什么 哇哦 哇哦 默契搬线就这啊 哇哦 哇哦 手脚的搬线 恭喜恭喜啊 又是在牵手认识 在我们节目里搬线成功的一对 还是一个人生活的兄弟啊 听我的准没错 是是最近很火的牵手APP 我真的强烈推荐这个软件 本以为是个大妈 没想到是个小萝莉 确实啊 牵手删线就能跟高颜值女生牵手 高冷郁姐可爱萝莉 你纯行学妹啊什么都有 快速找到你的理想女友 还有辽机功能 女生发来消息 点一下就能生成高情商回复 简直就是直男救星啊 有人去入口限时开放 赶紧试试吧 哎那你们接下来准备干嘛去呢 哎你 什么人带了吗 我带是带了 但是这发展得有点快吧 啊 你想什么了 我们去网吧开黑啊 哦 我其实想的也是去网吧开黑 我们回来 谁的精准技术更好一点 她一伸进来她就 哎 男生 跟19岁复活在一起什么感觉啊 感觉亚伴还蛮香的 哦 蛮香啊 我们玩一个游戏 快乐快打 男朋友的身高 16分 我这16几 180 体重 70公斤 鞋码 43 啊 你记得谁的鞋码啊 呃 我帮她 好好好 手机密码 20408 哎哎哎 等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密码的 嗯 根据你的生日不是算出来了吧 好好好厉害 都没错看了 闺蜜和男朋友掉水里先救谁 闺蜜 啊 干嘛 不是 那咱俩明天就分了 不是啊 那我跟你妈掉水里先救谁 我太难了 哦 好嘛 我妈会游泳 最喜欢男朋友身体哪个部位 哈哈 这是可以说的吗 她最喜欢我的 腿毛吧 对 我的腿毛老长了 哈哈 你最喜欢男朋友的动作是什么 啊 她最喜欢我的动作就是 每次我下班之后她就 就 学习一下 哈哈哈 然后 哎 心疼心疼我 哎呦 那我要问男生了啊 女朋友的身高 163 体重 一百 一百 哈哈 九十九 九十九 那你希望女朋友怎么给你撒娇啊 我当然希望就是 焦一点 你斜一下 你斜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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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女朋友的微信被注是什么 狗不理 哎呀 为什么 不是一般我给她发消息她都不回我 最后我给她洗误了狗不理 哦 你如果有身体哪个部位 就敏感 脖子 很敏感 啊 就每次我一听她的脖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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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那你们那个牵手卸载了吗 哦 没卸载呢 啊 对啊 就是我们确定关系之后 账号就会进入那个牵手模式了 就不会再给我们推其他的小姐姐了 嗯 牵手确实好用啊 那最后再给粉丝们安利一下 他们网链奔线成功的牵手 如果你一个人工作 想找一个肤白貌美的女友啊 听我的用牵手 上面女孩子阳光爱笑 生活圈子比较简单 情绪稳定 工作还愿意陪你一起住房 专属链接放评论区了快充 等会准备干嘛去啊 我们今天要起来吃饭了 好嘞 那就做麦白死的 你们约会了 Done d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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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e darling darling Done darling